只要你有買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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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代購的 可以百分之百跟你講 包含包裝袋 吊牌 縫線 視線Logo 位置 全部都百分百混合 然後從事這個行業 目前七年多 在這七年之前 也是從事百貨的清品業 所以前面也做了五年 前後經歷大概十幾年 那想必大家 對於這個行業一直都很陌生 為什麼說 這行業會賺錢 民眾也都認為說 這個行業 八加九在做啊 賣假貨的一堆 我今天就來報一些就是 這個行業的內幕跟商品到底是在做什麼東西 精品這個行業在一般民眾裡面本來就是認為說 如果你不賣假的 你要怎麼賺錢 當然就是代購是有身份限制的 正常的確你說的沒錯就是 一般人在國外甚至在原產地買會比較便宜 但其實每個人在買的能力上是有限的 我講的比較簡單的大家知道有愛瑪士 像愛瑪士這種東西買一個柏金包 它原價其實大概才40萬左右 那為什麼坊間一顆代購都賣80萬 因為愛瑪士買你要買一包柏金包 你必須在入門門檻年銷位譬如有400萬500萬以上 你才可以買這顆你最想要的包 那這4500萬只能買一些垃圾 它的衣服 它的項鍊 手勢 配件 是你根本不會想要的東西 那愛瑪士就靠這賺錢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說 我花300萬去買一堆配件之後 拿到入門門檻資格再去排隊哪一顆柏金包 所以這就需要我們代購出現 因為這些配合我們會吃掉 我們會灌在這顆包包上面 所以這個包包從40萬慢慢提升到80萬 可是你不用去消費這麼多 商品以及說你不用去累積這麼長的時間 去購買一顆包 但是你講愛瑪士這個東西 它是我覺得是行業裡面比較例外的 愛瑪士配貨比較貴嘛 那你比如說講一些比較簡單的品牌 巴里斯加好了 它不用配貨 巴里斯加不用配貨 但是巴里斯加 就有兩個管道你拿到 就是一般人不會知道 它算二線品牌 又不算便宜的品牌 它在折扣的時候會折扣到非常大 巴里斯加我沒記錯的話 像在羅馬 它如果有聖誕節或是那種特別節性 可以打到四成 那再來是定價的問題 國外定價一件成本大概2萬塊左右 但台灣的T恤一件就2萬5-2萬8起掉 光這8千塊就是足夠我們利潤去拿 我一件只要帶回來 我只要少裝個3千 大概9十二賣 就已經比裝備便宜很多了 我今天有一定的銷售量 我是一個代購 我可以跟巴里斯加總公司 甚至他們裡面的業務談說 下一季的年度 2023年現在2023年 我可以拿2023年下半年 他要出什麼商品 他要先告訴我們 那我要吃多少錢 譬如說我一次下500萬的訂單 我就去拿去選擇他們的商品 那大概拿的價格就拿到四五成左右 有一些品牌是例外 一線品牌全部都拿不到 LV FUJI不算不到一線 他屬於一半 FUJI有分 專櫃貨跟我們可以拿到的起貨 也可以用訂單訂的 FUJI LV CHONEL DEO HORMOS 這品牌是拿不到這些 我們跟業務接下的 但剩下的品牌像Y3 巴里斯加 波達 YSL 這品牌我們是有辦法跟原廠接下到 雖然說稱不上說代理商 但跟代理商資格快差不多 只是沒有拿到他們授權 但他們願意 私下放貨給我們這些東西 換句話來說就是 任何一個一般人只要資本夠 他做的時間夠長 他就能成為這個所謂的精品代工 你說可以 再來是 一般人認為說 做精品很賺錢 其實做精品沒有到大家想怎麼賺錢 因為一般人做精品 你首先是本人就很有錢 你超棒百次拿五百萬一千萬 你是一個品牌就要拿這麼多間 你一家店可能要七八個品牌 你一家店可能要花個整億了 所以一般人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 他的利潤沒有高達這麼多 小南京店你可能囤一億的貨 你一年可能賺一千萬兩千萬 這是有閒錢的人才會做這個行業 以香港為例來講 香港很多精品代購 做精品代購 全部都是房地產大安的老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閒錢去做這些事 他覺得那些錢放在那沒關係 但是以莫說你是小企業家 你不可能拿一兩億去換那一兩千萬利潤 再來是 銷售量的問題 你要確定你銷售的量 你第一次進五千萬的貨具 就算你今天沒賣掉 你明天要進貨嗎 一樣 你不訂不行啦 你不訂明年沒新品啦 那你再進個五千萬你會搞定 所以台灣的精品代購 一直極其落落的原因 有絕大部分也是因為被貨壓死 所以做代購我覺得 比較著重的不在於 你有多少錢拿到多少貨 拿貨大家的條件是一樣 再以說你有辦法建立自己的品牌 去銷售出去 你知道有辦法進下一批 維持你的電源運轉 這是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 就是一般民眾 像我就是 為什麼市面上看起來 一堆阿斯巴拉在賣 賣一堆精品 有的沒的 他看起來也沒有到那麼有錢 所以這個行業 他的毛利大概都在幾% 其實每個店家不太一樣 因為可能大家進貨價格也有差 那以我們店家來講的話 我們的毛利落在15%左右 但這個毛利牽扯到就是因為我的貨量夠大 別人賣一樣商品 我已經賣10樣商品 所以我的15%還是大於貨別人 那剛才你有提到說 為什麼大部分都八家人說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關係 在國外沒有這個問題 但在台灣有 因為台灣的精品 絕大部分的客群 只有我覺得 只有大概三成到四成 是所謂的社會頂尖人士 有那個實力在買的人 那剩下七八成基本上精品都是誰來買 做八大人 做偏的 八加九年輕人 台灣目前現在老一輩人 老實講也不願意花這麼多錢去買這個東西 我覺得可能再過一個世代 再過十年二十年 可能這些年輕人長大了 他們才會再去買這些東西 因為過去的人賺錢那麼辛苦 他們不願意把錢花金顶上 但現在花錢在金顶上都是誰 絕大部分都是二十多歲的人 所以很多人都會看到是八大人在做 做這行的門檻這麼高 那八大怎麼做 很多八大人其實他們都共同一個老闆 大部分可能會看到八大人賣東西 都從直播台 或是狗音上面看到 那這些人的後面可能都是同一個老闆 這老闆有錢他買了一些貨金 那有這些方法去做販售 他可能只帶貨他可能自己不是老闆 正是說他只是他自己也是老闆 可是他每個東西都走一樣 他不用買那麼多貨存起來 但他的成本一定比較高 那如果說看到比較便宜的 那就不用講 那你已經賣假貨就這樣子 以你自己的觀察 因為你也是做這一行的嘛 對 這麼多八角在賣 你自己觀察下來 大概有幾成的人是在賣假貨 應該有到七八成吧 但七八成原本不是因為他們在賣假貨 是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賣了什麼貨 根本自己就不專業 因為畢竟像我做 我是因為我待過百公司 然後前後再十幾年講他 因為畢竟外面販售的東西那麼多 有一東西已經不可能存在這個市面上 早就銷完了 你怎麼還會有 那這已經是復刻出來的東西 那復刻出來的已經是假貨 那在於說 你們拿不拿得到這東西 我都拿不到你們拿得到 那我不覺得我實體品差的時候 那我覺得那你的管道可能就會有問題 那這種東西就是 衝刺的假貨的機率比較高 另一個方面是 剛剛講到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賣了什麼東西 人家賣給他 他去拿貨 他就覺得說這都是精品 所以才有那麼多什麼原單高單 原廠貨 但這些東西都騙一般民眾名字 這些東西就形成是假貨 那可能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就拿出來賣 變成說 真正在做精品代購的 全台灣可能一百家精品代購 可能只有十家在那邊做精品代購 剩下九十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只是為了賺錢 為了全體穿好看 那變成說 大家都對市面上所有代購都會說 我只要做代購都是假貨 做直播都是賣假的 所以跟這些人買東西是本 大概不去百公司買 變成是這樣子 如果市面上都這麼多假貨了 假設我是一般民眾 我跑去跟這個人買了 我要怎麼跟這個店家確定這個東西是真實假 這就看店家 因為像我們自己本身店家 第一個我們提供所謂發票 然後再來我們現在還是做一個東西 就是譬如說我們會 證明這上面是我們家的 因為你也怕人家調換的商品 所以我們在販售出去的商品 都會做一個記號 譬如說由我們的調排扣 甚至現在都有在執行一個就是我們的 證明這上面是由我們店家送出去的 以免調換嘛 那現在店家我們做的事情 老實講是目前是不太可能 你的問題應該在於說 我怎麼知道他賣的是真的還假的 那這問題來講的話 就很像是一個公信力的問題 很常人家說信用無價 店家的商品也是這樣子 在外面所有店家 基本上你們會覺得老字號的 就比較穩 為什麼因為他做久 那做於代購來講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絕大 評分的標準 當然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一個百分百的 穩定的原因 因為台灣對於假貨的 處罰太輕了 就是說賣過假貨的店家 他還繼續活著 他還繼續開開著店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你要去看一下 作為這家店的他的信用是怎樣 他們在販售上面 一般的Google回饋是怎樣 這都是需要去觀察的 那以及說 負責在賣這個店家的 他的風格是什麼樣的風格 假如說你看到他就是8加9 就是處理事情起來 就是那種不穩定的 你也不要相信說 他的東西會有多品質多好 你也不要相信他有多專業 那假如說像我這種 我已經跟你講了 我做7年做8年 甚至還有5年的經驗 以及說驗貨那些我們店 全套的措施都做得很好 然後 我們的規模的問題 講難聽點 我們這樣看一下一家店不大 這家店同貨成大概就2000萬 我不可能為了一顆包的利潤 兩顆包的利潤 為了那個假貨的金額 而去翻掉整家店的貨 除非有整家店全包賣假貨 今天就算被抓到了 他指引給他分 跟法官講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假貨有出現 他就沒那麼大的行責 所以就變成說 很多的店家 整假貨賣比較多 你剛剛提到啊 就是說賣假貨的行責很低 那到底是多低 第一道就是跟沒行責那樣 就連關都不用關就罰錢 我沒有聽過人賣假貨被關老實講 我聽過人賣假貨被罰錢 但是通常被罰金額 只有聽過一種人被罰很高 應該說某些品牌會罰很高 因為某些品牌是有保安部門 他會去機查人家賣假貨 但絕大部分的一件品牌都沒有 像LV、KUJI、HORMOS這些都沒有 所以就要賣到假貨 除非你店裡面有影響到製造 你已經是完全違反商標法 你才會被判很重 因為這個還要聯絡到他們的總公司 那台灣相信大家也知道 台灣並不是什麼特別大的國家 譬如你去法國聯絡LV、路易斯登 去聯絡LV 他會回派給你都不知道 最近案子人會不會處理到 就要看台灣的總公司 有沒有代理商有沒有願意去處理 那絕大部分目前聽到 頂多就是請他把東西全部撤掉 全沒收然後罰個款 那罰個款可能就是 都是不高的金額 可能幾十萬 最多幾十萬 有聽過業界被罰最多錢是北臉 這相信大家就很好奇 因為LEMOFET這品牌 反而就是很嚴厲機查在房品這一塊 我聽過業界有人 因為他有倉庫有大概兩三百件的 他有差價來講 他一件外套大概 市價大概一萬 兩三百件就直接罰他三百萬 這是有成龍過的 但是很久很久以前 那為什麼連千英要被關 連千英要被關 連千英要被關 他被關的原因 跟假貨沒有太大關係 因為我看過他的那個 起訴書的內容 他被被關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槍砲跟組織 教唆 這幾個刑事案件 跟假貨比較沒關係 我覺得那新聞媒體有點就是 偏迫 就是一直以假貨那方向去講他 那實際上跟假貨沒太大關係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連千英賣的貨都是真的 那當然不可能啦 他的東西的確有很多商品 像新聞媒體報導出來的 勞力賽馬士這些東西假貨 那當然我覺得不是不可能 因為說實在的 連千英他對精品也不懂 那他到底是自己買的 還是說廠商給他這裡面知道 以你專業的判定 就是連千英的貨 大概有幾成是假的 這個就是他團隊不專業的地方 所以導致他很多商品 流漏進去的商品 沒辦法鑑定 所以他自己不會鑑定 所以賣了很多假貨出去 那到底有幾成我覺得沒有很大把握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蠻多的 因為他賣那麼多東西 那連千英就是他做了這麼久 他被新聞也比如說 他有些是假貨有的沒的 那他以你的認知他有沒有曾經 故意要買假貨這件事情 因為他有一個新聞是 他賣一個什麼行李箱 那個是什麼回事 臨時logo 這個成分我覺得 他完全不知道的機率 我是覺得蠻低的 畢竟以連千英的身份背景 敢騙他的人應該也不多啦 說實在 我是依照我個人的角度來說 我今天廠商我要拿貨給連千英 你叫我先騙連千英 我是不敢 說實在 因為我一定會老實跟他講 這商品怎樣 那你願不願意賣 所以我覺得連千英 自己執勤的成分比較大 一定有個人去跟他講 因為我覺得通常假貨被爆啊 絕對不是一個人講或兩個人講的事情 一定是已經一大群爆出來 這東西才成立 因為通常一個人講假貨 我退給你沒事了 兩個人講出來退給你沒事 但是當一大群人結合起來的時候 這已經不是退不退的問題了 是人家已經不高興不爽 所以才會掀起這麼大的事件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要推脫說完全不知道 不知情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因為這麼多商品 他也不是只有被爆一個 民視行李箱 不是一個包包 這麼多商品在裡面 每一個都不知道 機率是很低啦 說實在 那你自己做這麼久 有沒有就是可能 不小心也接觸到這種廠商 我說真的一定是會有 而且甚至這些早晨商 會希望我們去幫幫賣 做七年來 每一年都有新的廠商 各位來跟我們問說 他現在已經工廠開發多好的商品 所以我們店裡才有 很多常常寄來的包包 可以讓我們去分辨 真品跟假貨像 距離是越來越進來越遠 如果講說我今天是 剛起步的店家 甚至說做不好的店家 我老實在說 沒賺到錢 我會不會轉型 轉啊 因為我要吃飯啦 我要賺錢啦 但是相反來講說 像我們這種店家 老實講也不是說賺很多錢啦 是賺比別人多而已啦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做同事 所以都會拒絕掉 以你做了這麼久 那以市面上這些人在賣的東西 有沒有哪些商品 你是特別需要注意的 我講近期的就好 所以一直以來都會有 說真的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跟假貨 會有扯不管的關係 老實講 我們也要知道假貨在做什麼 我們必須防範 我才會避免進到他的貨 那當然 在我的店家 我這邊也是沒有幫我店家澄清 我們說買賺是親自自己挑選 不會經由他人的省 那大部分人買代購 是找別人幫忙進貨 所以就出現一個問題 應該這近兩年吧 只要你有買Cangel的短梯 或大學梯 只要是找代購的 可以百分之百跟你講 應該由八成到九成 絕對是買要假貨 那是哪幾款 新年限定款 彩虹款 刺繡款 還有一款 前兩三年比較紅的限定款 那些款式 Cangel 短梯 跟長袖 那個是百分之百假貨 那我跟他講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早在三四年前 大陸研發了一批 聽說大概十萬件 的短梯跟大學梯 有發藥名到我這兒 那時候我在驗戶的時候 我跟他講這很恐怖的事就是 包含包裝袋 吊牌 縫線 刺繡 logo 位置 全部都百分百吻合 連我都驗不出來 但我確定他假貨 因為廠商經過哪隻假 但唯一的確定在哪裡 他確定就在於說 這個商品是 過去非常熱賣的款式 現在以全世界的Cangel的庫存來講 不可能會有這些商品 頂多 可能有些人有漏掉 剩一兩件 但不可能有整大批的商品 進到整個代購圈販售 那這個商品 當初一看到 大概過了半年後左右 我跟長說我不碰這種商品 當然有行動 但不能碰 因為碰了我店會混 相信你們買到價格大概一千 大概兩千出頭塊而已 甚至一千多塊都有 我們當時廠商報價一千三百五 那台灣各種大小代購 店家 英東我們店 都在賣 當然我也不想打大家 才說我當時沒有去觸發這件事情 只是跟他講說 的確這種事情會發生 那你說市面上的貨 七八成都是假的 那如果我是一般民眾 你覺得 如果我想要去買這些代購 我要注意一些什麼 或是說我應該要怎麼 去挑選這些店家 我這邊澄清一下 我說七八成的 原因是有個很大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大部分大家會看到代購 都是有曝光型的 他有做抖音 他有做FB 你們才知道這個代購 或是下廣告 那通常這種代購 就很多都是做假貨 因為老實講 我們代購圈 很難去砸一些資金去做行銷 因為地盾太低啦 本身成本這麼重 你又要砸資金做行銷 你剩下要賺什麼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我會說七八成 那剩下在做代購 沒做假貨 就做正品的 他們沒有去宣傳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存在 所以還是很多店家在做正品 這我必須幫正品店重新 那要怎麼去分辨說 哪些店家是真的還是假 我說這個真的是 只能自己慢慢去看 今天每一家店家 每一個在賣的東西 每一個人都會說自己是正品 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有 自己的同路之類 等等之類的 那如果你們有買到 有疑慮的商品 很歡迎就是直接把貨品 拿來我們店家 我們幫你做個鑑定動作 相對於我們店家的資歷 跟鑑定的時間這麼長的 有一定的專業度 可以幫我們去做辨別的動作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 報索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